樓梯的屋簷出來的樓梯 大家在那邊走 那這種是井籃 井籃就是我們說的 鋁色外面的一個護欄 那因為這句詩 大家都知道 李白應該是現在的 以前叫做 就是有點像現在的 哈薩克附近的一個廠 那個廠叫什麼馬 我都忘記了 它有四個字 翻譯 的確是一個比較接近於 白俄羅斯族群的地方 李白應該是混血 他應該是 漢人加上白俄羅斯的混血種 他不是純粹的漢人 據說他長的臉非常的白 還是非常的高體 人家說的純紅齒白 這種的 比較偏向西洋人的血統 這樣 那所以他才 受到唐學忠的喜愛 唐學忠也很喜歡 這個 楊貴飛來國中 他們好像也是有點 這個小數民族的血統 這個 這個 實在 那 那 所以 第三種 老師覺得比較有意思 是說 是一種 浮床 用現在的話來說 就是一種 可以收起來的 躺椅 就是一種 焦椅 你躺著 然後他上 然後 你可以把他立起來一點 可以把他 握倒一點 握倒就可以 休息 立起來一點就可以坐著 這樣 有看過那種嗎 以前鄉下的這個 家人 夏天的時候都會 睡在這個床上 有時候是 竹子啊 藤啊 什麼去編出來的 睡起來 這種 那 因為他是在旅店 所以他應該是在旅店 的走廊外面 躺在 應該說 坐躺在這個 躺嶼上 然後觀看 天空的這個月亮 因為很明亮 所以他 他就覺得 又是秋天 無論是初秋 剛好伏現在初秋 是初秋的季節 該快中秋了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個 月亮 就會感受到一些 思想的情景 大概秋天的 月亮我們都這麼看 尤其中秋快到了 好像睡下十三天 差不多吧 所以 老師覺得來上這一首 就是 敬夜寺 符合中秋的氣氛 這是老師 特別選定在這個 時間上的 這首詩 目前在 北宋的 宋朝的版本呢 是把它定位為 岳府詩 這樣子 所以他是被定位為 岳府詩 岳府詩 是比較自由的 並沒有像 唐朝的這個 無緣絕句 如此的規範 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是這樣子 宋朝的版本 他把定位為月子詩 讀給各位看 床前看月光 於是地上霜 幾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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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望山月 低頭 四故鄉 這是那個 山月 所以他表示 並不是在 城市裡面 他是在 山間的一個 旅店 那一邊 在 晚上的時候 他坐著 躺椅 或是 手呢 靠著 這個 銀杆 然後 看見了月亮 如此的明亮 然後 想起了故鄉 這是一個 望月思鄉的 一個 山水 這樣的意思 這是這首詩 我們首先應該知道的 是這樣子 那 清朝的版本 就完全改了 而且是 看月光這個看字 去掉 然後 山這個字 去掉 重複兩次的明 我是把它缺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 清朝的版本 是這個 這兩次重複了 因為太習慣 太習慣 所以現在 無論是清大 北大 一些大學的人 還是覺得這首歌 好得不得了 不得了 那是清朝的版本 不是 北宋的版本 在 康熙 乾隆 他們都有 清訂 這首詩 他們的版本 都是這個版本 連康熙 都是這個版本 一直到清朝的 中後期 這個奉堂會是 他編得 唐詩三百首 大家都知道 唐詩三百首 就這個人編的 他才改成 現在這個版本 這樣 這樣明白喔 我先讓你們知道這一點 這個是宋代的版本 就是清朝 然後宋代這個版本 目前大家都認為 可能比較接近原版 就算他要看 你覺得不如明月光 那麼樣子的自然 你覺得 月亮幹嘛要看呢 現在大學教授說 月亮幹嘛要看呢 明月光比較有意思 是啊 那是大家習慣 習慣了 所以 不論怎麼講 他就是自然 自在地 影響你整個人的 這個細胞 你自己無法接受 任何的說法 是有這個感覺 好 好 那我們的重點當然是在介紹 漢字的原流 所以 我能夠幫你們查查 這樣也不錯 因為我不是學文文 我不是學中文 我就是學美術 也學學美術工藝 這一塊比較熟 那 大家 我還是名為其難的 幫大家做到這樣 就是 該查找的危機 查找一下 目前為止的證據 非常多 也都羅列出來 所以老師在 講義上大概有 有傳一些 基本的例子 這樣 那就不多談了 我們進入 這個漢字的原流 那傳這個字呢 老師旁邊有 那個 郭阿國